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关于澳元的走势 标题就是澳元的回调也许还没有结束 我们知道在之前说了很多有关上市公司和宏观的经济情况之后 今天我们又回到了单个的产品上 具体来说一下我们比较关心的澳元走势 大家都知道澳元在过去的四五个月时间里面 其实走势就像是王小儿过年 那是一年不如一年 曾经它的汇率一度是超过美元 但是如今却落到了如此这般田地 用搞笑的话 就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让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评论一下 看看究竟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知道作为南半球最发达的澳洲 一直以来都是以矿业丰富 人口稀少而著称 那么也正是因为澳洲地下隐含着巨大的矿业资源 因此仅仅是靠着铁矿石和铜 澳洲在过去的二十年就成为了发达国家经济体中 平均发展增速最快的 而且是持续发展没有出现衰退时间最长的国家 从2000年悉尼的奥运会到现在的人均GDP数据 已经超过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 接近了美国的水平 如果是放眼全世界 我最新查了一下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也只有像瑞士、芬兰、卢森堡这些欧洲小国 在人均GDP上是超越了澳洲 以正常的稍大一点的国家来看 澳洲几乎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但是澳洲过去二十年的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 其实我们都知道是依靠着成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供货商来实现 具体来说就是 中国在2000年加入世贸之后 其城镇化建设是高速发展 因此对于像煤炭、钢铁和其他的一些工业原材料的需求出现大增 而澳洲连同像智利、巴西和南非一起 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上的主要供货商 而其中澳洲又是因为是铁矿石的品质最好 而人口又是最少 因此它获利是最多的 但是也是由于主要出口给中国 使得澳洲的矿业出口是过度集中在一个国家 这为之后由于中国订单锐减 而导致的潜在大幅亏损 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那我们回忆一下澳元和美元汇率最高的手超过1比1 那是什么手 那就是在2011年 也就是金融危机之后的那三年 但是2011年之后 随着美国经济的恢复 澳元的价值也是一路下降 一直到2020年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澳元和美元的汇率只有0.55 甚至于在2022年 也就是10月份 当时中国疫情政策清零是放弃了 全国感染率激增的时候 澳元汇率当时又下跌到0.6亿 那么从这两次的汇率可以看出 澳元每一次下跌 其实都是市场对于中国经济担忧加剧 而发生的同一时间 换而言之 如果国际投资者觉得中国未来的走势可能不太乐观 那么澳元的下跌就不会停止 那么我从2015年到现在 一直重复我对澳元走势的个人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影响澳元趋势最大的三个因素 从影响从大到小来排列 就是第一铁矿石的价格 第二中国经济的好患 和第三美元政策 也就是美国美元到底是加息还是降息 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下面的铁矿石走势图 它从2021年的高点到现在的价格 几乎是跌了50% 那虽然现在的价格和2019年 也就是疫情之前差别不大 但是大家需要记住一点 从2019年到现在 每年的通货膨胀 可是在6%到7%左右 也就是说物价在三年中涨了20% 所以如果现在的价格和疫情之前 是一样的字面价格 那么它的实际价值 其实已经下跌了20% 那么至于第二个因素 也就是中国的经济情况 相信我不用多说 大家都能感觉到 现在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 之前作为一直是支撑GDP的主要房地产行业 随着恒大和许家印最终的结局 也迎来了一个巨大的回调期 那么作为各地的主要财政 像我们知道的这个土地拍卖 在今年进展也是非常不顺利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拍到去年的50% 那当然从大方向上来看 随着和去年相比疫情政策完全开放 以及以马云回归作为代表的一系列 支持民企重新开发的动作出台 中国未来几年 至少在民营企业这一个层面 将出现一个过去五年 所难得一见的宽松期 我们也希望是各行各业 民营企业能够在这个政策有利的时期 能够抓住时机多创造一些就业 为我们普通的百姓家庭 创造一个可以生活的机会 那么其实从2007年 我刚开始工作到现在 是见证了世界金融危机 见证了欧债危机 2010年初到2012年 见证了澳元的疯狂超过美元价值 也见证了过去三年疫情之后的变化 我们知道在过去一年 咱们在澳洲的华人们都知道 澳洲的华人金融企业也是频繁出事 搞得现在大家是人心惶惶 似乎不敢再碰华人企业 虽然GoMarkets作为澳洲本地的公司 而且70%以上都是澳洲英文客户 但是我们的中文部也一样受到了此类事件的影响 客户也会担心 也会疑问 也会怀疑 是不是只要有华人的企业 他们以后就不敢喷 我知道这种事情和这种概念 短期之内是无法改变的 但是我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 华人参与的企业也好 或者是生意也好 大家是愿意坐稳坐长久 而不要追求短期的爆发式发展 也不要追求短时间利润的翻倍 因为信任这个东西 它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来建立 但是如果你要毁掉它 真的可以说是分分钟甚至于一句话 一件事就行 好了扯远了 我们再回到澳元身上 我们知道刚才说到的三大因素中 铁矿石现在价格比较疲软 中国经济也比较疲软 而美元则因为巴以战争和俄乌战争 加息等多个因素 在过去六个月持续走强 这样反过来也给澳元增加了许多下跌的压力 那当然了 对于澳洲来说 澳元的贬值实际上对出口是一件好事 因为大部分的铁矿石和矿产 都是以美元作为交割 当它的产品卖出去换成美元之后 再换回澳元 如果澳元的汇率低 也就是说可以换回更多的利润 但是我们知道和美国加息 可以完全看自己情况有所不同 澳洲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况 就是一方面澳洲当地的通货膨胀还是很高 虽然从7降到了5 但是距离目标的2%还有很大的距离 理论上还是要加息 但是在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经济下调 导致澳洲不管是出口的矿业 还是当地民众的消费需求都出现了大幅的下降 所以如果和美国这个时候保持他加一次 我也加一次一样的幅度 那么澳洲就会受到双倍的伤害 一来自于自己居民消费降低的伤害 二是来自于中国订单减少的伤害 所以在过去的三个月 澳洲才始终不太愿意再加息 能不加我就不加 但是最终结论还是那句话 目前影响澳元的三大因素里面 暂时目前全部都不利于澳元 所以目前澳元的下跌和回调依然没有结束 只有当这三个因素中出现一个 甚至于两个因素的变化之后 澳元的回调才会做出改变 好了 以上就是我本人在宏观层面上 对于澳元走势的分析 喜欢我们节目 记得关注和点赞 我是Mike 下期节目再见